好,第三節專題 阿歷斯,上集我們又講了一些槍 講美國槍,今集都講美國槍 因為人們經常說我講德軍東西,我講美國東西 美國東西我都熟悉的 美國東西,今集會不會都算上集講Browning 講八角靈,講一些槍,一個series 八角靈有幾個設計 現在都正在用曲尺手槍 曲尺好玩 美國人抱著200年都不會退役 美國自己擁有 步槍,上次講的BAR 使得20飛 現在講的是機槍 機槍就不同 機槍理論上是無限的 理論上,如果你帶了一些彈 有些Rambo揹著 美國的時候呢 八角靈有兩個設計 其實兩支槍是同一個設計 一支叫做M1919 叫做0.3口徑 0.3吋 即是叫做7.62口徑 是 當時是用冰霄彈 冰霄即是春田 春田就是美國一間很出名的槍械公司 我以為是幼稚園來的 春田發發幼稚園 冰霄可能是 都是同一個字的 英文可能是 春田發發幼稚園 就是專門訓練一些軍官出來 可能是 即是麥兜帝時 原來是參軍 很多槍都是他的 M1步槍 不是M1 是冰霄那支步槍 第一次大戰那支 還有這支M14都是他的 但這支M14令到他破產 為甚麼 因為那個佬被剪下 噢 忍不住 你覺得你的槍後來太大 連射不到 越戰後中期又剪下 哇 整個都收拾了 整個工廠 真的沒那麼多 這個另外一個專題再說 越戰那些 爆零點 這支M13機槍 這支都很出名 基本上這支 由第一次大戰之後 用到現金的 用到現在 現在也有用 很厲害 現在怎樣用呢 這支的工具有甚麼好處呢 這支工具是射不停的 你真的不停撈彈 不停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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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用冰霄彈 就是7.62x63mm彈 不是用現在的北約7.62x51 那時候火力比較猛 但會不會那麼準 其實後座力大 威力比較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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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美軍槍包也準程度 比歐洲槍差一點 威力比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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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只是用布鏈 那條彈鏈是布 不是金屬鏈 會不會容易脫掉 會不會容易脫掉 遮不斷 只是煩布車出來 隨時會斷 但射速不高 都捱得住 射速其實只創作450發 那麼少 對 但通常出了廠 士兵就會改 那時候600發左右 600發 跟AK47差不多射速 但有好處是 因為它氣冷的槍盤 做得不錯 氣冷槍盤 所以它可以射得很久 很耐射 即是不會爆糖 很少爆糖 也不會爆糖 最多是不會爆糖 但是那支的好處是 基本上是很重 很重 對比德軍的MG42 MG34 是很重的 但好處就是 它真的耐 怎麼掉都不會很難 基本上 如果我有個據點 放下三個腳架 那就非常好玩 是 非常好用 這支 用到現代 現在二線會用 二線會用 放在車頂上面 做支援武器 其實它好過M60 M60反而沒有那麼穩定 即是越戰那支M60機槍 因為M60被淘汰了 因為M60的操控性不太好 現在M1919反而還有現線兵 可能被國民警衛軍 裡面那些 後備軍團 卡車上面那些 即運兵車上面那些 裝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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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用完這套彈 即是它已經改裝了 用了北約7.62子彈 不再用Bringfield子彈 這個Springfield子彈 它真的打到去 敘利亞內戰 好像都有 敘利亞內戰 是甚麼槍都有 是吧 因為你閘 禍制武器當然是政府軍那邊 但你另外那邊 那些叫做半軍 當然是用一些美式的 還有這個 在二戰後 德國的STG-44 是第一支特擊部槍 AK-47之前那支 最厲害的還有用 這麼舊都有 是呀 怎麼會 即是二次大戰後期 你有支槍不奇怪 你又有彈 有彈 這支彈板幾十年都用得很厲害 對呀 這麼厲害 這支槍又不是二次大戰後 還用的 不是二次大戰後 就馬上退彈 在東德或西德都用了二十年 到九零年都沒有貨 其實還有一些業餘的收藏者 很喜歡這支槍 對呀 說回這支霸零 這支槍又是非常出名的 這支有 雷霆救兵和山兵 都可以經常看到這支槍 其實它的用途也有很多 單兵去駕駛 但是你可以放在坦克車可以嗎 坦克車可以用嗎 坦克車有三輪 Fury套電影有三輪 副駕駛一輪 然後同軸機槍一輪 即是炮手那支 還有車頂車掌有一輪 有三輪 還有那支D5是放在車尾 站在車尾上射 剛才有三支點三機槍 怎樣可以防空 對嗎 要防空 也要防空 也要防空 有三輪機槍一輪 是呀 早些雜數講過 相當多用途 這支點三口徑 用到現在都力九百歲 這支挺耐用的 這支可以放上飛機嗎 可以 放上飛機用途 那時候早期都用這支做智慧 不過後期還用到電五口徑 點三口徑有什麼好處 就是放上飛機 早期的飛機沒有那麼大 後期那些都用了電五口徑 點三口徑 點三口徑轉了北約彈 因為韓戰 在越戰的時候 越戰也有用這支 因為M60沒有派給全美軍用的時候 很多都是用這支 那時候M60沒有全面取代 沒有全面取代這支 也有用這支 也很小 轉了彈之後 在越戰的時候 都非常活躍 即是不再用布彈 它有金屬彈鏈 轉了北約就用了金屬彈鏈 即可換式 即子彈一推出來 彈鏈之後會斷 即是不需要以前整條彈出來 這個好像連我們那些師傅 民間裡面的軍火市場都好像有用 也有的 有些射靶槍都有這支 通常這支重機槍 不會在民間 不會在民間 流落民間 被民兵用的 很多人用的 通常這些靶場 合法的靶場 燒槍 對 給你買子彈 你進去淫 即是要燒槍 像槍會一樣 有人看著你 你不要拿槍對著旁邊 只可以對靶 不能對人 不能對人 就是拿牌 就是拿牌 你不能帶槍出去 就是在槍會裡面用 你不能拿出去 就是賣子彈進去玩 即是機槍很嚴厲管制 很嚴厲管制 不是那麼多人用到 即是不同其他捕槍 你都沒見過 有人走過森林或沙漠 突然進機槍射你 都沒有去到這個地方 即是最多獵槍 最多捕槍 是吧 OK 好 那這個點3 其實點3口徑這支爆零 其實它有些圓 都是承繼了馬克森機槍的設計 但它比馬克森機槍好 第一 它比較小 沒有那麼大 的槍機沒有那麼大 第二樣東西 它用了子彈 後面沒有一個圓 即是一個凹位 其實它用那個凹位 是擊一顆子彈 做那個上彈 如果你是馬克森機槍 整顆子彈 是它抽上去 再抽上去 再抽上去 即是抽上去 之後才能上彈 即是做一個槓桿 不是槓桿 是運輸的 就是由下面那個槍 即是條帶 就運到上去 夾著運到上去槍管 那它就不會用到自動的動作 是的 用自動 但它是很慢的 所以馬克森機槍 只有四五百塊 但寶寧就好一點 穩定一點 它可以在旁邊做到這個動作 即是不需要上下上下 在旁邊可以做到這個上彈 所以它可以做到 連射快一點 和穩定一點 不是 細小一點 即是寶寧就是這個設計 即是自己買了這個專利 是的 OK 好 這個東西除了點三口徑 還有孖山兄弟點五口徑 這東西說點五口徑才是精彩 是 這個是不是M2 M2重機槍 美國人經常看到點五口徑機槍 任何點五口徑都是你錄 是標誌來的 這張是美國大兵的標誌 這張很厲害 大家有沒有打過CNC CNC 我不記得 這個叫什麼 即是紅色警戒 我沒有玩過 你沒有玩過 它是美國大兵的 美國大兵可以按鈕 就是可以做這個陣地 很厲害 就會堆穿沙包 在重機槍裡 那支就是M2重機槍 很厲害 這支應該屢立其功 這支除了第一次大戰武玩之外 所有戰爭都有用 這麼厲害 現在的時代都正在用 現在正在用 廣泛地正在用 真的很多戰爭都看到它中影 全部都有 一個螢幕都看不完 真的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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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 科索玉 一直到現在 聚里亞都到處 沒有有份 任何D5口徑都是用它 它都是用之前的前輩 M19什麼什麼 M19的設計 不過放大了 還有D5口徑子彈 放大了 就是美國人的本色 直接放大 設計一樣 都是在旁邊撈彈下去 所以又沒有馬克森機槍的上下撈彈的問題 又是像剛才那支槍一樣 又會比較好 真的快好 也算快 這支是600連射率 這個是不是重一點 不止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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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一倍 就很多了 是的 那這個單兵能不能拿起來呢 單兵 拿得起來 但你不會開到窗 即是不可以一邊走一邊射 不可以 一定要放下 一定要放下 要不就放下兩個位置 然後射 後座位太大了 因為重 是嗎 好多電影都看到它 是啊 這個可以在很多地方用 例如在坦克又可以 Felry 我就說過 就插了車尾 要站在引擎頂上 噢 就是這個 就是這支 就是這支 這支 這個獨藍必備 就是這支機槍 這支 基本上是美軍 用來最常用的防空機槍 這支機槍擺在很多載具都擺到 擺在普通急寶車都可以 急寶車都可以 對 急寶車多數都是擺點三 做保兵掩護 這些 如果現在的第三世紀國家 他們打仗不是很喜歡用那些 truck 對 上面整支 又很好抽 有的 真的擺在Toyota上面 好抽 對 這個超厲害 這個 他除了擺這些車 可能裝甲步兵車都可以用 步兵車都可以 然後擺在坦克又可以 那擺在船上可以嗎 船 喂 你捧船 你好像運輸船 以前那些快艇 越戰很多的快艇 快艇都是裝一支二聯裝的 就是打陸地目標 或是打防空 嘩 即是掃他們的重林 對 掃重林 這個應該在美國 也有一些艇 經常在伊朗附近出入 都有裝的 應該都有這些 因為石程遠 可以到1500公里 那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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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厲害 那麽基本上 在附近的陸地目標 都被攻擊 如果你真的駕駛 但是黑鷹15小時 都有看到這支 黑鷹15小時 在刊碼上 都是用了 裝這支上去的 噢 刊碼 打到牆壁 都穿了 就是這支 就是這支 這支 很厲害 這樣上去 他知道 右邊上課 右邊上課 就是兩個 它不是很像捧槍 是手槍柄 給你開的 是兩支柄 左右 然後中間用一顆 就是按下去 嘩 我想 按下去也很大力 按下去也沒有大力 但是 砰砰砰砰 震到手軟 真的 我和你可能射不到10秒 這顆子彈的手指 加上手那麼長 對 我想它要加上 彈殼的99mm 哇 大概10cm 彈頭也差不多3mm長 差不多 12-3cm 1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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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我們打中 真的不用了 基本上 中邊爆邊 對 打到頭到你 頭沒有了 真的 好恐怖 然後打到你身上 應該有半邊身就沒有了 對 打到胃到胃這邊 沒有了 應該散了 應該斷海兩邊 好恐怖 接近斷海兩邊 好恐怖 這個真的很恐怖 基本上 中傷都沒得救 哦 所以就放在那些 罕馬 甚至這些軍車上 是啊 好厲害 你是不是那次跟我說 航空母艦 那些都是用這些 沒有了 2聯裝 2聯裝 2.5口徑的防空機槍 都是這支 這支打索馬 你海盜夠抽了 應該 索馬尼海盜 夠的 我還不記得有新聞嗎 以前 早十年八年 有些美軍的補級船 走過東非那邊 是 補級阿拉伯那邊 然後 那些美軍的補級船 好像是貨船 不過是有灰色的意思 有些海盜真的走去野 以為它是普通貨輪 誰知道美軍的補級槍 是否拿著點五機槍 才走 就是這樣射 射完就馬上走 以為它沒有射到 我原來是真的 但他們好像有跑 那些索馬 不過我都拔不及了 你射到我 我船身幾萬噸 你能否傷到我 我點五機槍射你的艇 射幾顆子彈來穿 真是害怕 這就是船艦都會用到 兼容性很強 很強的 通用重機槍 不止擺船擺陸軍 飛機都會用它 飛機也可以 飛機也很出名 所有美軍 那時候最出名的 12.7mm機槍 以前的時候 所有飛機都是 沒有機炮 沒有反嚇炮 那時候還沒有裝那麼多火箭 全部用了D5口徑 那時候P-47 戰機 就用八支D5機槍 每隻翼四輪 好像都很重火力 很重火力 那時候就說 扔了炸彈 就這樣掃 德軍都害怕 都害怕 之後 P-51 must be 都是用六支 每隻翼三支 嘩 看珍珠港 珍珠港 P-40D 即是主角握的那一架 都有六支D5機槍 打到日本仔零食道 一打一隻翼下去 就立即穿 斷 斷 斷 立即打橫掃下去 自彈掃下去 是立即斷的 真的很厲害 那時候D5口徑就是這樣 有時候還說 轟炸機上面 都在用這支D5機槍防衛 我轟炸機都用這個來保命 你轟炸機是上下左右前後都有機槍 全部都是用D5口徑 它又射得夠遠 射得夠遠 火力夠猛 火力夠猛 所以用B-17 B-24 甚至B-25 那些都是用這個 D5機槍防衛 全部都是D5機槍 全部都是D5機槍 全部都裝了 D5機槍都裝了 D5機槍都裝了 但是 但是空軍那支 槍管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因為空軍用的透薄一點 透薄一點 因為它用空氣冷卻 飛機裡面有風 全部都是靠空氣冷卻 所以它就會透薄一點的槍管 做得輕輕一點 因為空軍的飛機不能扯風 所以它會快一點冷卻 不足陸軍 明白 除了二戰之外 我們講講粵韓戰 韓戰的時候 那些飛機沒有導彈 沒有導彈 那時候在鴨綠缸 那裡有個米格走廊 什麼米格走廊 米格走廊 就是米格飛機那裡出 沒錯 米格飛機在那裡打 美軍是用一個P-46 P-86的軍刀戰機 F-86 對 F-86 那時候是F 因為轉噴射機就是F 然後用六支電五機槍 那時候還沒勾底 跟以前都差幾年 但是米格15 改了嗎 改了 用20mm機炮 重火力很多 用37mm 一支反戰車炮 那時候叫做航空機炮 火力很多 所以那時候發現電五機槍不夠用 不夠用 開始 那就要再upway一下 不過後期就撞了那些火神式機炮 20mm那些 就是跟著應運而生 對 就是一輪一秒可以幾千塊 就是那時候被迫出來了 那時候被迫出來了 之後再加上越戰 當然就打Bissle 打Bissle就正了 但Bissle那時候都受制於 因為前鬥有時候被它欺負 這個要開專題再說 這個月戰 即是機槍 六支或者八支機槍的時代 就是米格機結束了這個 D5機槍在空軍的地位 或者間接多謝蘇聯盟 是的 不同了 今集講D5後勁 先講到這裡 下集回來 拜拜